接著找回一個equation circle, which passes through 3 points 為什麼不3,不2點,或者1點呢? 為什麼一定要3點呢? 原因是這個 因為我們會調整個equation circle 是x2次加y2次加dx加ey加f等於0 因為我們有DEF三個微知數 以前學解聯合方前兩個微知數要有兩條色的 現在三個微知數就要有三條色 剛好將這三點代入去就找到三條色 現在阿瑞就代入去 代入去之後,記住將數字放在右邊 剩下-2d加2e加f等於-8 叫做第一色 後面的如此類推都是代入去的 那阿瑞寫快點 第三色 你很乖地找到三條色 下一個步驟千萬要記住 就是將色互減 三條色找兩條色互減 因為你看到那個f是1f來的 你將它互減了之後 那個f沒有了 可能只剩下d和e這兩個微知數 所以阿瑞就會減了 2色-1色 3d-2e-2d是5d 2e-2e沒有了 很開心 f-f又沒有了 所以-13-8 又等於-5 你找到d是-1 同樣照樣換 3色-2色 3d-3d沒有了 -4e-2e-6e f-f沒有了 -25-13等於-12 所以d 所以e 所以e 計算是2 我先確認答案 然後 隨便把-1和2 收入其中一條色 你就可以找到 f 即是-2乘1 加2乘2 加f 就等於-8 所以f 就等於-8 -2 再-4 是-14 所以整條色出來 就是x2 加y2 減 x 減 2y 減 14等於-0 那便可以找到這條題目了 明白嗎 接著b part 叫你找到center 和radius center 是-d除2 d在這裏 -d除2 就是2分1 -e 就是-1 那radius 就是等於-1 2分1 的2次 加1的2次 減-14 即加14 開方 好像計算到61 來的 開方61 除2 就完成了 那大家千萬要記住這裏 記住這兩個步驟 將色減掉 然後找回D 和E 的色 叫做4色 和5色 接著 將色減掉 就可以找到D 和E 接著 先找回F 記住做這個步驟 你就解決了這一題了 這條也挺好執行的 OK 記住是通過三點 就要用這一招 OK